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工人的爱 欢迎回到做工人的爱 谈谈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的贵宾 是我们做工行善团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们老公局的王局长 局长在前面 他叙述了整个做工行善团由民间而起 最后经过我们在第三案之后 当时的赖市长现在的赖总统 他的一个指示是下 使得我们公家相辅相成 利用他的效率以及他的制度 让我们做工行善团规模化 而且他也能够产生更好的力量 能够平行推展到不只是台南 甚至于各县市区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 对整个参与的公务人员是辛苦的 但他们却不以为苦 所以因此大家对局长有一个很大的敬重 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名词 其实局长就说 他都这样跟阿新 其实我是一个很酷好老师的增加人 局长你们到底增加吗 对因为我 他说 现在好像不能讲的 我都叫反阿产 就是两点 实际上我小孩子爸爸是乌农 乌农爸爸也都同样 就是希望小孩子也必须要帮忙 因为他都套早就出门 就去做学 他就回来了 中午一样就过程 我印象很像的 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要帮忙的 要付这煮饭 真的那时候你就会煮饭 就会煮饭 然后煮饭必须要喝茶 去大早 可以煮大早 阿哥你说我还不能煮饭饭 饭饭饭人家会买 还有那一准没有零用金 所以那一准买饭 还刚刚饭煮得要熟 还留一个 余温 余温要去补饭饭 如果煮饭饭饭饭饭饭 还要三笛一笛 我印象蛮深刻 因为 因为平日当然爸爸妈妈 煮比较妈妈吃饭 但是假日 你就是这个孩子要去吃 当然我们的吃饭 同样就是要刺一刀 这个刺下去 吃完后你等会再刺一刀 为什么这有学问吗 因为你也一直钱都把它弄下去 他就是也碰到往后出 我知道其实局长的意思是说 这小孩子叫他去吃饭 就是说 没得怕倒倒 今天早上去吃饭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这个后果就很惨 对对很惨 因为你一下 说你准备都是这样 不可能我 我白天白一两点 我就没人可以去吃饭了 所以就都倒倒 但是因为他满潮 满潮我们这些吃不再吃 就会把这东西溢出来 中午回来爸爸妈妈一看就知道 这头头都做得倒 他就吃饭了 他就吃饭了 他就叫满潮 所以当时就当时就被养成说 做事要务实 要照你供下来 不可以为了求你的方便 求你要从中间偷懒 去旁边休息 去旁边玩耍 而偷干减料 从那边就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农家 很好的身教 叫小孩子做事 按部就班的做事情之后 就不要投机取巧 好像这样 我也觉得内化道局长 您的性格是蛮特别 但是您的人生转机很特别 后来您到了散化酒厂 是怎么进去的 对 因为刚好要进 实际上我外人 我比较贤重 贤重 就是比较满足 所以我就要进日就业的时候 刚好人家 因为当时购卖籍 他是采取各地有直接联合招考的 对 当时他就为我们亲补会来考 是 他考的时候就报名了 那当时都还是在坐火车 农田要坐火车到台南来考的时候 上靠考场 那当时台南好几个考场都租学校 因为我上火车一看 每一个人都拿一个小板子 那本就是公民与道德 什么 那个不是应该 应考专业手册吗 它里面有一个共同科目 不管你科队一个科的类别 有一个共同要考公民与道德 真的 这很特别 那个年代不管什么专业 要先考公民与道德 共同科目 所以去大学大学大学 我自己也本类就有党了 所以让我印象说 当时代表 我们这样的公部门的 招求员工的部分 就是要讲到 这样的一个公德心 包括在资产上 里面的伦理 我现在应该也蛮重视的 所以当时就印象蛮深刻 对啊 所以其实局长的个性 我们常在第三者去描述 看就觉得 他很像土地上很务实的耕牛 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一件事 做好好 做好漂亮 我想这大概也是跟他那个年代中 不管是父母亲 叫他做农事的一个家教 或是说你看那个年代是这么讲究 公民与道德 道德才是做一切事情最重要的准则开始 可是局长后来你也有到这个工会 到了工会之后 您就后来就这个 因为家人故 成为工会的理事长 这个纪元也很特别 实际上有跟人要分享起来 实际上当时我没有想到 跟人家选工会 因为当时是我们里面一个同事 他本来是 也是工会的干部 当时我想说 因为他要选台湾县工会的干部的部分 他不选的 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同事想要选 想要选的时候 结果没人要职位 因为当时我是做理事长 他们一直有个理念 因为当时叫做成功啤酒厂 因为大家工会干部 路过成功啤酒厂 都会进来喝两杯 当时酒价没人做这么严 了解 就是敢喝啤酒 就是喝一杯好做事 就这样 我们常在给有人 所以算一定会得到 但是有人要职位 教会说 那人家不理我 你当当时叫做常务理事 你这常务理事 你要我这些借金出来算 那这传承的部分 是这样出来显得 我当写的那一件事 因为有15位理事 那我是后面13 14 15 都同票 有11票 我是在三个里面的这个 所以是调查我的动宣 有这些会不会的机会 了解 不过局长是真的很客气的 我后来听工会人叙述说 那个时候其实他在工会的努力 是真的非常扎个那些务实 甚至于其实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 民主社会 他就一个一个拜访 三百个月都拜访 因为这样取得共识 有那个诚意 走到人家跟你说 所以才使工会 后来凝结成一个非常好的动力 可是工会做了这么久 当然他替工会 也真的推动了很多的业务 最特别是 那既然是一个工会的理事长 或常务监事 或常务理事 为什么要转到公家 成为一个局长呢 其实县市合并的时候 我谈起来真的 回贵起来 很感恩一个转捩点 当天是礼拜五 也大概到12月份了 那当时那一天 是在营加分时 我们在做 因为我不是工会理事长 我们在做职业训练的 总检讨 那当然电话响了 我就出去听了 我们赖青的市长打来电话 他就跟我互动说 因为我们县市合并之后 那你认为劳工机长 是谁来当最适合 当然我就跟他建议说 因为当时 我们台南市 研究我的 就是后来我的主的秘书 我们黄慧美 他只有来当一个月 那当然台南县的 我们的宜保县 我们的宜处长 他是已经做十几年 我说如果这样评估起来 应该是宜保县宜处长 来当最适合 结果他跟我讲说 不是 我认为是你来当最适合 真是慧眼式英雄 但我在想说 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想说还要继续留在公会 来当理事长服务 劳工伙伴 当然我们当时 在市长跟我讲说 你有要给我的好朋友 你直接来做就像举重 那不是最这样的服务 你又可以服务的更多的人吗 我这个议题丢给我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这样说 王兴处长是我的贵人 因为他的姻缘成就了很多人 可是王兴处长却常说 如果我的努力 可以成为劳工伙伴的贵人 那么我要说 当年我们的 赖清德市长的赏识跟提拔 让我有机会打开不同的视野 让我可以服务更多的劳工人 有这样的平台 现在的赖总统 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对 因为当时这样他的想法 启动我服务更多的人的部闻 当然这个就见到劳工局的时候 真的有点难了 两个敲敲板 一个敲敲板 一个是这一端 一个是那一端 尤其大家常常 可能在骂人都会讲说 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脑袋 我认为换一个位置 换一个脑袋 应该是正面的 因为我当理事长的想法 还有我当任劳工局长的想法 因为位阶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所以换一个位置 换一个脑袋 但是初心不能变 本来服务所有的朋友的伙伴 这个初心绝对不能变 但是绝对有一样不同的 这样的角度看法 还有想出的对策方法 绝对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方式 所以换一个位置 换一个脑袋 对人来讲 是一种肯定的这样的态度 所以因为家人故 我们这个王局长 当时经过一天的生死熟虑之后 他真的转念了 他还真的悟透了 继续秉持为劳工服务的初心 那份初心是我的原则 但是如果能够 今天以我在工会的干部经验 去担任劳工局长 就更能够解决劳工们的问题 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福利 那么因此 他卸下工会领袖的光环 亚太航空卢天龄董事长 我在采访他曾经说过 对于担任政务官的角色 有人因为珍惜羽毛 而故隐之联 躊躇不前 但是王心继续长 没有想到这些 他很难忍可贵了 愿意以劳工 服务劳工的初心的身份 继续涉入了我们今天的工部门 作为一个能够服务大众的人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对他心服口服的原因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 再来请王局长谈一谈 他跟这群士工伙伴 如何变成大心貌 交心 而且的很好的革命伙伴